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的独家采访时表示 他愿意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和互惠互利的关系 并承诺中国将继续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作用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瓜伊多本周早些时候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 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国家承认它为临时总统 或者承认国民议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权力机构 在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至今仍然承认 已经被美国政府称为前总统的马杜罗 报道称 瓜伊多说 中国直接目睹了马杜罗政府是如何掠夺了国家的财产 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发展项目 同样受到了政府腐败和债务违约的影响 据报道 中国过去十年以来 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00亿美元以上的贷款 委内瑞拉一向以石油还债 但至今仍然欠北京约200亿美元 瓜伊多在写给南华早报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说 他的新政府将履行所有跟中国签署的得到国民大会批准的合法协议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